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乐观的事情 这也是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 尤其是你在成功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但是一旦可能人老了 身体可能生病了 或者是你的经济状况不太好 如今我在看全世界来讲呢 刚开始美国这边呢 就是金融危机就很厉害 然后呢就是欧洲这边呢 也金融危机 就以前很有钱的很有势力的人呢 慢慢慢慢下降 那现在的话呢 亚洲这边的金融危机也非常非常厉害 我经常见到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人啊 他们以前就是很风光的 特别傲慢的人呢 现在一下子就傲慢性就没有了 然后各方面呢 就是比较低调 就是比较特殊 所以人生当中的很多的变化和无常呢 来的特别快 如果一人是年轻人 当一人是年轻人 是比较适合 建议的 在世上的生活中的 是非常适合 有很多的乐趣 有很多的乐趣 有很多乐趣 有很多乐趣 但如果一人变得 在世上的生活中的 或者是在世上的生活中的 或者是在世上的生活中的 然后是在澳大幅 进行 molta优优独播 现在还加上了 中国的中国 在中国 都在开心 我们会在地面 这些连动 都有些人 有些人是来自在这些人 但却分了 瘤独自在 之下 在这个时候 这些人 他以后 他与众 他与估递 而是被拒絕了,而被拒絕了,而被拒絕了, 而是被拒絕了,而被拒絕了。 其實我們就像一些宗教當中所講的一樣, 就全是無常的,比如說佛教的一個叫 《金剛經》,這裡面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也如電。 意思就是說,我們人生的,包括自己的青春的身體, 青春美滿的身體也好,讓外在美麗的花朵也好, 灿烂的陽光也好,還有世界當中最新生的一些政治地位也好。 這些都是到一定的時候它會無常的,它會變化的。 那麼我們提前如果動到這些道理的時候呢, 一旦你的人生當中真的遇到了這些, 包括我們生老死病的這些現象,你的身上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都不會那麼痛苦的,會很正常的心態來去面對。 。 在藝術中,從藝術中,從藝術中,從藝術中, 我們經常說話, 我們經常說的 intervarenza, 就像是指定在藝術中, 從藝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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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發現, 那裡的事靜在藝術中, 從藝術中… 在藝術中… 像藝術中… 像藝術中… 像癪的瘋中… 像力挽在流光弄的溝術中 谢谢观看